明星就能高人一等吗 要么出席少林寺活动 导致道路堵塞 引得游客不满 活动方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瓷器活嘛 张某剧组拍戏时风落 阻拦家长及小孩 这么迷糊的操作 是想开播的时候充收拾绿板 而谢霆锋和华晨宇 接逃路综艺亲切随和 花花不做法的时候 还是很接地气的嘛 吴某路综艺临时封路 导致居民被迫堵在路口淋雨 你们两个互相绑定房子 不要出来啊 所以这口锅到底谁来背呢 余某更是自暴在火锅店 想关门时插队 后来就是去吃某一家火锅 然后他们就说需要大排队 然后我就说 那你跟他们说我是余书星 结果人家说 你是余书星也要排队 好丢人哦 欣欣自己太坦荡了吧 大大方方的样子 当真是可爱极了 而黄博则是在路综艺时 与路人有说有笑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好 对啊 好